新北的永莲寺抽出了 士農工商四支籤师 那么当中代表政治的士籤 抽到了夏中籤 妙方就解释说 现在政局是混沌不明 不过呢 到底是有利于执政党 还是在野党 目前还看不太出来 而在台北保安宫的国运签 一直突年百亿有复苏迹象 但是也提醒民众 不要太过心急 108升中响后 台北保安宫正式抽出 突年国运签 签师出炉 写着一心随即马行驶 偏周郁渡御风时 等待明朝波浪席 还君自在任迁移 一位白宫有复苏迹象 不过前方状况不明 有什么打算 最好三思而后行 明明是兔年 但是两手都出现马 很有趣 就是我们现在好像 有点浮躁 大家好像很积极的往前冲 没错形势是不错 但是你要停一下 停一下想一下 然后再往前走 兔年国运来看到 另外一头 一早信中涌入永连寺 祈福 这边是农工商的四支签师 代表政治国运的士签 杰西现在政局 混沌不明 到底有利执政党 还是在野党 还看不出来 是下中签 至于农签提醒收成 可能得注意天灾人祸 工商则都有逆转胜可能 两个都是好签 态势不明显的时候 是混沌不明的 那当然这个方向呢 他所指的是贵人 支持有利人士 或许是民众 你民众支持哪边 哪边就会得胜 反正现在就是摇摆不定 国运签仅供参考 最重要的当然还是 事在人为 这次宣告子要 胡卫伦 台北新闻众的报道 谢谢大家